疫情指揮中心解編 特別舉辦感恩晚會 感謝防疫有功的人士 但是蔡總統一開口 感謝的不是辛苦的醫護 或前線人員 而是這兩位 離譜的是空服員和機師工會 直接嗆聲 政府防疫政策失當 害他們被污名化拒絕出席 而砸六十億幫忙買疫苗的 台積電也沒出席 甚至此季台積電 當初幫政府的疫苗缺口擦屁股 但感恩會上蔡英文 直字未提 蔡總統政府單位的官員 有一種旺文富裕的過河拆桥 他們幫台灣解決疫苗的問題 結果知識不提 往自己臉上貼金 自我感覺良好 真的很可恥 我們對於不管是外國政府 捐贈疫苗給我們 或者我們國內的 這個捐贈疫苗 給政府來供我們的民眾施打 我們同樣的感謝 不少支持代表輪流 歌功宋德回憶過往 三十多個中央部會代表輪流 上臺接受表揚 扯的是合照時 捐疫苗的民間團體 站兩邊當背板 官員全部卡中間 網友炸鍋炮轟 搞了半天是自己表揚自己 官員站中間是當公主嗎 把民間人事當丫鬟陪陣你 而防疫最有功德是民間 蔡政府怎麼有臉 往自己臉上貼金 當初要疫苗沒疫苗 要快篩沒快篩 要口罩沒口罩的時候 是怎麼樣民間通力合作 讓我們共同共渡這個難關 現在的這個感恩表揚 不要只是變成是民進黨內部 大內宣的工具 確診的人數 離開的國人 並不是你們擦脂抹粉的工具 當國人靠著攜手合作 度過將近三年的嚴峻疫情 看看大觀站中間 百姓擠旁邊的嘴臉 原來蔡政府最感謝的還是自己 藉由黃明君 時光好 SNS小組 台北報導 我是方彥迪 主播工作讓我學習 傾聽所有人的意見 也要保留自己的判斷 也許我們無法踏遍所有土地 但能從新聞裡 看盡每一道風景 我是方彥迪 請您鎖定 中視YouTube頻道 記得要按讚訂閱分享 開啟小鈴鐺喔 觀眾朋友 我們有 來 小的